国会职权修法宪法法庭判部分违宪 部分合宪 国会职权修法生效 民进党立院党团 行政院及总统赖清德 监察院认为有违宪之余 先后申请示宪 宪法法庭25日下午针对国会职权修法各个征典 包括总统国情报告 质询 同意权 调查权 听证会 以及藐视国会罪等座宣誓判决 部分违宪 部分合宪 府 赖总统愿依照事先判决意志赴立法院国情报告 宪法法庭25日判决总统没有向立法院提出国情报告的宪法义务 同时立委要求听取国情报告后可及时寻答 宪法法庭也认定违宪 总统府指出 总统赖清德尊重判决结果 也愿意依判决意志 并在立法院朝野党团据共事前提下 就总统宪法职权副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金华城案柯文哲涉收贿图利北检申请严压 通气共犯徐止于 北检侦办金华城案 25日向法院申请严压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前副市长彭震生 检方认为柯文哲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 徒利等罪 且共犯徐止于逃亡海外 有勾串之于 25日申请严压 北院定31日开庭 另外 柯文哲秘书徐止于 8月初进至日本后未返国 检查官发布通气 台湾大赛中信兄弟4比1级败统一失夺队十第十冠 中华职棒总冠军赛25日第五战 中信兄弟羊头德宝拉 仅在一局上失掉一分 7局是一分优质先发压制统一失打线 兄弟曾宋恩单厂三安良打点 率队以4比1夺下队使第十冠 抛下黄色蜂王彩带 台积电亚利桑那厂良率超越台湾美振兴产业建成效 彭博报道 台积电美国分部总裁凯西蒂日前指出 台积电凤凰城厂生产晶片的良率 较台湾同类工厂高出约4个百分点 显示美国扩厂计划出现重大突破 这项成绩象征美国振兴半导体制造业的努力出现进展 台积电表示 董事长魏哲嘉于日前法人说明会中增说 亚利桑那州第一座晶圆厂有非常好良率 展示强大制造能力和执行力 人工生殖法修正讨论单身女性 女同志你与代理育母脱钩 少子女化成为国安危机 外界关注台湾生育率低迷原因 卫福部25日表示 人工生殖法修法也有不少民团建议单身女性 女同志配偶与代理育母脱钩处理会持续讨论 国发会主委刘敬青表示 台湾不婚不生问题严峻 言议端出新法案让单身妇女可以做人工受孕 政府也在研究动乱补助 花莲住宿补助加码延至11月底7天6夜最多折6000元 为振兴花莲观光 交通部观光署25日再宣布推出3.0plus加码版 针对大型演唱会的住宿补助最多新台币2500元 原本到11月6日加码延长至11月底 观光署举例 如果在11月3日至9日至花莲7天6夜旅游 最多可使用5次优惠折抵抵抵6000元 周杰伦演唱会售票上千笔异常记录文化部 已请警方侦办 歌手周杰伦演唱会门票热卖造成黄牛事件 文化部25日表示 售票平台已掌握上千笔异常记录 文化部也已接获1300件检举案 确认相关资讯后 将送请地方政府及警察单位处理 警方24日破获贩售黄牛票集团的刘信夫妻党 讯后将刘南及张信妻子移送法办 台北地检署讯后深压刘南 预令张女20万元交保 大股翔平50轰纪念球拍卖1.4亿元台湾公司优势资本证实得标 MLB日级球星大股翔平缔造50轰50道记录的全美打球 以新台币1.4亿元卖出 拍卖公司总裁歌丁24日宣布 买主是台湾企业 台湾公司优势资本25日证实为得标者 并提到这颗球是很多球迷心目中的圣杯 很荣幸将深具历史价值的棒球带回台湾 分享历史一刻 特派在现场 梁基到其球星世界大赛前聊抗压假及爱视觉化被子用呼吸法 MLB年度总冠军赛世界大赛将在台湾时间26日开打 中央社记者访问两军如何面对高压场面 道琴明星万野手贝兹分享 他爱用呼吸法 无论好坏 享受当下 梁基甲吉用视觉化欺骗大脑 利用练习时在心中模拟战况 在实战时保持平常心 梁基万野手苏朵喜欢听很嗨的音乐 让自己亢奋起来 开箱老照片戴刚德神父或永久居留证 戴刚德神父为西班牙人 天主教道明会玫瑰省会是 1934年来台传教73年 2007年并逝高雄 戴刚德是国内外籍传教士中 少数日治时期就来台传教 他精通多国语言 台语 日语流利 曾完成三册台湾传教史 另外 他创建高雄骑山易德街的圣洛瑟教堂 因其繁复共益和精致典雅 曾获选2001年全台历史白景 Podcast美国总统大选气候政策将走向何方 11月除了5日的美国大选之外 另一项重要的国际会议 就是11日在亚塞拜然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大会 COP29 众所周知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前一个任期 退出了全球重要的气候协定 巴黎协定 作为全球排探大国 美国气候政策洞见观瞻 也因此了解美国民众以及政治人物 对气候变迁的态度与立场 更显重要 收听Podcast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